嗨,各位同学,大家好,我是航运管理学系邵佩琪老师 航运管理学系分为空主跟海主两主,而邵老师是属于空主的 那海主的部分呢,您可以看到有这一个海主的模型 那空主的话呢,就我现在眼前的这些模型 大家应该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吧 因为邵老师背景的关系 我曾经在远东航空公司工作过12年 以我的实务经验,然后再搭配就是理论跟管理的知识 我在航管系上授课的科目有航空公司经营管理 然后货运管理,以及就是统计学 还有最重要的飞航安全管理 我们系上呢,就是强调产学合作 那每年的寒暑假呢,系上也会办航空夏令营 比如说像是恒春航空站、松山航空站 这样子的一个营队的一个旅行 然后来增加同学对航空公司实务上的一个了解 航管系最有名的一条走廊呢,就是航管海空走廊 走廊的两侧呢,有着我们的学长学姐、荣誉榜 以及老师呢,研究的一些案例事迹 各位同学,让我们来看一下系主任在不在 来,跟我来 嗨,大家好,我是航空管理学系的系主任徐文华 刚刚经过前面老师的介绍 我相信大家对航空管理学系应该有一些认识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航空管理学系 跟我们大家一起圆满 拜拜 拜拜